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吴三联等 因师徒 雇佣 同乡 宗亲 姻亲及客户关系所组成 集团成员除了核心公司1440南方及其权益法投资公司2108南地 以及待会我们会补充说明之2511太子2874万通票券外 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已衍生出1449佳和集团 统一集团1104环球水泥集团万通人力集团等集团 进一步衍生出其下包含7566雅果游艇 与2719灿兴旅之雅果游艇次集团与波香郭忌等 而源于台南邦之统一集团历经55年之生根发展 在2003年吴修琦卸任高清院升任董事长后 以清出于栏逐步走出属于自己的路线 并成为台南邦新共主 目前统一集团以1216统一为最上层控股公司 股权结构系典型资金字塔持股架构不算太复杂 但因成员公司众多又可分以1216统一为首之食品制造事业 2912统一超为首之流通事业体系 以南联为首之商流贸易事业体系 以及统一国际开发为主轴之投资事业体系等四大子集团 经营或生产据点扩及台湾、中国、泰国、越南、菲律宾、美国及韩国等地 因此本次我们推出系列影片 逐一来介绍统一集团各个事业 统一集团由1216统一 2912统一超 等8家上市、1家上柜及1家未上市柜之公发公司所组成 其中2912统一超、9907统一十、5902德济、1789神龙 及在香港上市之00220统一企业中国等 5家公司为1216统一之合并个体 持股比率分别为45.8%、47.22%、65.4%、47.01%及72.38% 营收获利等营运成果会全部并入1216统一合并财报 而2855统一证1232大统一 6558新能高等三家公司则为1216统一帐列彩权义法投资公司 仅依持股比率任列投资损益 营收全部不记录统一合并财报 至于5866统一期 则是2855统一证持股96.69%、吃合并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统一权义法投资公司另有一家上市公司 2511太子 及一家公发公司2874万通票券 太子建设董事长虽是1216统一 法人代表罗志仙 看似统一旗下企业 不过若从十大股东持股 与董监事席次来看 罗志仙比较像是台南帮派出来的贡主 太子建设本职上仍是由统一 与台南帮共同治理经营 统一无法单方面做决策 也因此1216统一 未将2511太子并入合并报表 2874万通票券状况类似 目前由统一 台南帮与中国信托三方共同治理经营 在下集影片开始细部探究集团 旗下每一家公司资金银实际前 我们先初步来看看统一集团主要 至营收获利来源是哪些公司 2021年1216统一合并营收 4735亿元 来到近五年相对高点 2022年前三季营收继续成长了一成 最后尽力则是在2020年达相对高点 308亿元后 近两年小幅减少 以2021年为例 其中来自2912统一超 合并营收2627亿元 占55.5% 统一超俨然已是统一最重要的子公司 当然还要扣掉母子公司间之关系人交货 不过金额不大 这里先不考虑 统一另一个重要合并营收来源是 香港上市公司00220统一企业中国 2021年有1110亿元 占23.5% 而来自9907统一时 1789神龙 5902德济等公司合并营收者 分别有419亿元 27.6亿元 18亿元 各占8.8% 0.6% 及0.4% 来自统一母公司自身之营收 426亿元 占9% 其实不高 看到这里我们先来个灵魂拷问 康市美药妆店 Starbucks 21封味馆 聖纳多宝 Colestone 柏克莱等2912统一超纸公司 您认为哪个营收营业额最高呢? 3秒钟时间思考 康市美最高 其次是Starbucks 哪一个最赚钱呢? 3秒钟 博客来最赚 Starbucks 次赚 聖纳多宝 折亏钱 中 再来一题 黑猫宅即便年营业额 答案是142亿元 下集影片我们继续分析这些 2912统一超重要子公司之历年 营收获利状况与同业竞争情形 制作人 5分钟 2分钟 8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